嗨,大家早 現在是早上7點50分 那今天是6月28號 是IDEA的第一天 我們正要走路去會場 參加低堂課 那他早上有一個類似熱身的課程 呃,在早上7點開始 但是,呃,我們睡太晚了 所以來不及 那我們就從8點15分的課程開始 那他的會場的話有分兩個地方 一個是在一間飯店的樓下 一個是在一個主會場 那我覺得有點奇怪啦 因為我們昨天在註冊的時候 會要跑去另外一個叫Hia的飯店註冊 然後註冊完之後再走到會場的 呃,本場 那我們等一下會場見,掰掰 這就是What's Next What's Next What's Next All of the latest trends are happening at this convention and also the top presenters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You definitely want to invest in yourself Learn from different experts in fitness and nutrition and personal development The combination of the Expo and the education component Because there's no hours you can get that The connection with all the other trend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has meant to give it to me Because I can see how passionate they are towards the aircraft And it helps me ignite my fire towards what I do You guys, trainers, we owe it to our clients We continue our own learning so that they get the best trainer of the world Hello, I'm Kate This episode is very special as you can hear in English version not in Mandarin as always Because I was selected as an international representative for Taiwan in this year 2019 to attend IDEA Convention So, I'm responsible for promote IDEA Convention this year in Taiwan In the end of this video, I'll provide you a promote code that you can have discount for 40 years salary Hello,大家好,我是希德 今天的一分鐘期的講健身暫時休息一下 可以看到今天的開場白比較不一樣一點點 今天比較國際化 因為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每年在六月到七月之間 會在美國舉辦的 IDEA提示能大會 今年是在六月二十六號到六月三小號之間 那我也很有榮幸地被選為今年的 IDEA國際外交代表 所以在這個影片的最後 我會有一個折扣碼 先跟大家大概介紹一下整個 IDEA提示能大會的概念 那整個 IDEA提示能大會大概會有三天半左右的時間 在整個過程當中每一個半小時為一個時段 那每個時段有不同種類型的課程可以給你選擇 就很像我們大學在選擇不同的課程一樣 課程包羅外相 有針對不同的特殊主題去做探討 像是一些語法族 孕婦女性 運動員 青少年 那會探討不同的主題 或是使用不同的工具 比如說像平衡球 瑜伽球 藥球 皮拉提示 FMS 戰神 狐靈 多功能訓練 矯正訓練 舉重 等等 甚至是到商業經營 客戶的動機經營 等等 整個課程語言以英文為主 當你報名以後 你就可以進行選課 那每堂課程 根據不同的學科或術科 會有不同的限制人數 選好了之後 整個大會會給你像是這張的選課證明 讓你用這張證明去上課 這邊所有課程都包含了 像ACSM NASM NCA ACE等主證照的 繼續教育學分 以ACE來說 ID的提示人大會所提供的學分 就足以讓它滿足兩年所需要的 繼續教育學分 而在這三天展職的前一天 以及最後一天的下午 會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叫Pre-Conference 就是會前會 以及Post-Conference 就是會後會 它會邀請到一些不同系統的證照 那這個就需要額外付會去參與 參與後會獲得一個不同的證照 在這個課程之外 我覺得另外一個有趣的地方 是他們的主展場 因為他們會邀請到很多不同的 國境知名的大廠啊小廠的提示能內容來展覽 內容包含一些營養品啊 一些新的空能性訓練的器材 一些新的器材 新的證照系統 新的訓練 而且在這邊買一些東西會比較便宜 像一些彈地帶啊 一些滾筒 一些放鬆球 甚至是按摩槍等等 我強烈建議還沒有看過 國際提示能趨勢以及動態的台灣教練們 真的一生至少要來一次看看 真的會學到滿多不同的類型 而且會打開很多眼界 那報名王子會在下面 以及我的折扣碼 以及報名方式都會在下面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幫我分享按讚 每個禮拜後 禮拜五的早上10點45分 一分鐘期的講健身 我是希德 我們下次見 掰掰